你的生命会在不朽的魔法中与时间捧场 时间 这次我会试试黑魔法 魔法 黑魔法书的第十三页 名为唤醒灵魂的秘书 我这是怎么了 终于和您回家 若你恐惧我也必将有所知晓 你也必将知晓 若你悲伤我也必将有所知晓 你也必将知晓 当我愤怒起来什么都不会畏惧 你绝不畏惧一切 你带来的欢乐就像爱永不断绝 爱永不断绝 你欣赏的世界我也会同样着迷 那我会为你着迷 蓝叶风暴 我会爱 我会爱 一些愚蠢之举就不要了 我们不需要愚蠢 朋友 我对你不满意 我们都不满意 我们有一个小小的仪式 在硝烟之地散播甜美的气息 死而复生 重心之心 今天会有浪漫的烛光晚餐吗 锅炉先生 为你效劳 我的女士 好像睡了很久 这次我的魔法变出了什么 一只永远迷路的猫头鹰 和一只不会送信的笨猫 听起来很失败 他们都不如你 快看看我找到了什么 一个绝佳的魔法原谅 别再念这些小孩子才喜欢的故事了 那么这篇 这篇是 公主拯救勇士 为了爱情做丢掉性命的蠢事 那只会发生在童话里 给对面过躁的家伙们 试试新魔药 他们没意见 太好了 那就听我的 我听到你的心跳了 我想 那只是魔药烧开了 听说所有女巫在故事里 都不会有好下场 善良的她 一定会有幸福的结局 和她了不起的锅炉先生一起 世上没有永恒的魔法 除了爱 没错 爱 就是无所不能 我睡着的时候 宠物们还听话吗 当然 事情看起来没有更坏 当然 祖宠没有夺去全部的你 而我是最厉害的女巫 施展奇迹之杖 擅闯者 你将像飞蛾 撞进火光 闪电灰烬 月光穿堂 记住 拿去你灵魂的 是怎样的时刻 陈玉辉 生命与不朽 对讨厌的家伙 我会使用一些让人变笨的魔法 当然 不过 这里不能有更多笨蛋了 他们才能够 他们才能够 他们才不能从我生命中 多做什么了 你只是睡着了 对吗 他在向我索要 愿望达成的代价 我好像 做了一些蠢事 做了一些蠢事